鄉民署轄下表演場地 因為疫情關閉接近一個月 已經有800場演出要取消 昨天亦都表明 不會早過3月底之前開放 很多劇團因為這樣陷入財困 但政府抗疫基金入面 用來資助藝術團體 和藝術工作者的一億多 仍然未公佈細節 譚曉彤了解過 排練了個半月 一個疫情深血腐珠流水 袁振球是導演兼劇團 藝術創作總監 康民署原本邀請他們3月底 演出音樂劇給高中生看 未復貨加上劇院刪除 3場演出全部取消 我這個是美國訂回來的 高級修女的舞 尋購復活的機會 這部電影 康民署之前落了兩成訂金給劇團 其餘八成的尾數 根據合約要完成演出才得到 康民署這次特事特辦 報警、服裝等支出 可以實報實銷 人工就另計 頭痛的地方 就是不知如何衡量 我們演員的酬勞 因為他就說明 他不會全都給的 因為你沒做過戲 而且不是一個地取消 要兩個取消 三個取消 令我貸幣有一個影響 由四月開始到現在 我已經掩握了兩次自己掩握 但是計康民署核下的表演場地 由一月尾去到三月初 就有約八百場表演要取消 接下來還有多少場地要關 還要關到何時 仍然是未知之數 演出取消了 不等於得閒了 歐錦棠原定三月尾在上環民喻中心 搞五場音樂劇 你可以退票 又或者我們延期到五月 我們盡量找回這兩位給你們 城市售票網不處理退票 他就在劇院門口幫觀眾搞 政府的三百億抗疫基金 當中有一億五千萬 用來資助藝術團體和藝術工作者 民政事務局說會盡快公佈細節 有線電視記者譚宇圖佛道 一手掌握《尤善新聞》